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就是在玩一個味道 對 但是這個味道很貴 這個味道 它為什麼會有結晶 是美 般來說的香草 在大自然界中 它是靠什麼收粉 這個屬於外來種 所以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昆蟲 所以你就是每天 要在這邊幫忙收粉 像我昨天就是 雙手在半空中這樣收粉 然後六個多小時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種的對不對 對 這是台灣果 就是我們各種 好酷... 我們用敲的 放在中間 大力敲下去 這是可可 在台灣有很多東西 你覺得它是國外來的 你覺得它是進口貨 但是我們台灣就是有辦法 不只讓它落地生根 還讓它名揚國際 我們來去看看 這附近有什麼 雖然這不是第一次走進埔里 但每一次來 總會遇到一些驚喜 也意外發現到原來台灣人 真的很會製造奇蹟 這個 是國外來的 不意外吧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這個 的原料 台灣有 台灣有 棉花 鈔票 原料是棉花 我有點納悶 我們來去看看 大哥你好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這張是鈔票沒錯吧 是 日幣 但是他們說這是用棉花做的 是 這是棉花做的 對 有很多國家的鈔票 對 原料來源大部分都是棉花 我其實不太相信 我其實不太相信它 鈔票裡面會有 棉花 為什麼 因為棉花很細膩 對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鈔票 不容易撕破 所以他就要求是用棉花的纖維 做為它主要的原料之一 蛤 是 用棉花的纖維做它主要的原料之一 對 沒錯 棉花的運用廣泛到 連我們每天在使用的錢幣 都是用棉花製作的 而王大哥可不是賣衣服的老闆而已 他還是目前台灣少有的有機棉花農夫 跟棉花有關的知識問他就對了 那所以真正的棉花做出來的 純棉的衣物 真的有比較舒服 您身上這一件也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棉花 不好意思 純棉的 純棉的 對 所以你會穿起來很舒適 但是有辦法判斷它是有機的嗎 不容易 這也是要很專業的人才知道 真的嗎 從它的栽種 從它的整個過程 你才可以知道說 它是不是完全是經過有機認證的 台灣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是在南部 對 但是現在因為他們已經有60年 它已經不知道怎麼種了 對 所以我們是在南投國姓這邊 我們開始複裕 特別是複裕有機棉花 有機棉花 好啊 那我們 我們 我比較想要溯源 我想要回頭去看看 你怎麼種的 可以嗎 那歡迎歡迎 有機會我們就到國姓 來看一次棉花整個的生產過程 好啊 好 那我的安排 走 來去 請 這真的是棉花田耶 但是為什麼要選在南投種呢 這邊一方面是好山好水 陽光也大 很適合這種棉花 所以選定在這裡 選在這裡 我們以前小的時候就是只有看到這種 美國棉商標 都是美國棉 美國棉 就台灣也有種棉花 對 但美國棉不一定都是有機啊 所以棉花它真的就是這樣一朵一朵的棉花 對 我們有時候在路上會看到就飄下來那種棉的那種 不一樣 那個是木棉花 木棉花跟棉花 我以前真的以為木棉花就是棉花 那個沒有辦法做經濟價值的東西 真的嗎 這是種子 這是種子啊 在這裡面 我們就是用這個種子又一直育苗 培育下一代下一代這樣 所以它只要是棉花的樹枝連在上面的話 拿起來就是棉花棒耶 對啊 就可以挖耳朵耶 醫療用的棉花 醫療用棉花也是這個吧 對不對 對 但是他們有經過搓子 就是油脂 因為這有一層油 他們的搓子是叫油脂棉 難怪我這樣摸一摸手上其實是滑的 是油 很多那種乳液啊 保養品就是用這個棉體的 真的喔 炸了油 酷 那你帶我來去摘棉花好不好 好 我真的沒有這樣摘過 這就是棉花 是啊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種的有機棉花 好酷喔 這個可以摘了嗎 可以可以 直接就這樣扯下來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去管它 就這樣扯下來 你看就是這樣 裡面還有種子 這個花二就不要 就這樣子 對 扯下來 棉花就是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不去拔的話 它就是一直掛在上面 所以我們這乾掉的這些呢 這些樹枝呢 沒有 這是回歸在土地裡面 對 它又叫永生花 你只要不把它拔下來 它就一直掛在這裡 棉花是果是嗎 棉花是這個花 在這裡 對 是這個 我可以把它摘一朵下來嗎 可以 摘一朵 它到了中午就會變粉紅色 它會轉色 它會轉色 由黃變粉紅 到了晚上就是生紅 不是 那現在還沒晚上 它怎麼生紅 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 所以它就會 白天白 黃 紅 貂蟹 它會掉下來 一天 比如說一天 它的花旗只有一天 是啊 棉花的花旗只有一天 然後它馬上就生果實 在這裡 果實 這裡 這裡有一個果實 你看 生果要多久以後 變成我們剛剛的栽 它就會爆米 所以這個 對 它本來從果實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 剛好在那邊 從這個果實 然後到這裡 它會爆開 你看這個就是被蟲吃掉 一個半 這裡 它有四個花瓣跟五個花瓣 如果說蟲來了 它就會咬掉一個花瓣 所以就剩下三個四個花瓣 打開後就是棉花 對 這個還不行 經過太陽 因為它才剛爆而已 它還沒有經過太陽 這個經濟太陽 就會越來越鬆 鬆開來 所以這個它等一下也會鬆 對 也會鬆 這就是棉花 我們都不知道這是棉花 你看好神奇 從花到果實 變棉 然後棉花的棉 我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這個棉子這個 裡面這個棉子還可以做火藥 火藥 棉花 不就是紡織而已嗎 它拿來做了 鈔票 然後還可以做火藥 棉子還可以做火藥 在炸油之後 就是我們的保養品 還可以是保養品 對 都可以發現這些東西 還可以喝一 就是我們在炒菜做的那個沙拉油 食用油 這個就是食用油 沙拉油也用這個東西 對 那我們還種那麼多東西幹嘛 全部種棉花不就好了 你還種一堆有的棉花 但是很辛苦啊 為什麼 辛苦在哪裡 很累啊 你要一朵一朵把啊 這沒有辦法用機器 國外都是用機器 用機器怎麼弄 就是會先噴落葉劑 哦 把葉子都噴光 弱葉劑 啊不行 然後再機器再採收 啊 弱葉劑喔 不要啦 所以棉花如果 如果有榮耀在上面的話 你穿在衣服上 都會殘留在皮膚裡面 OK 哇 哎喲 其實蠻簡單扯的耶 對啊 我們的纖維也很長 因為我們這個品種是埃及棉的品種 埃及棉啊 對 所以它的棉絮是特別長的 所以適合做紡織用的東西 紡織的 這個是什麼春象 我請教一下 這是什麼 那叫紅春象 它就是為... 它現在在交配 然後它會吃棉花嗎 它就是躲在棉花裡面 在棉花裡面 紅春象 我們的蟲害就是這個紅春象 就是紅春象 還有一些這個 芥可蟲 所以我們完全就是都沒有用 跟農藥 完全就是有機 就讓它們就是大家就是生態平衡 用有機的方式來... 方式來摘種 對 讓它們吃就是吃沒有關係 因為它也會吃果實 因為棉花製品幾乎 每天都會與人的肌膚接觸 所以王大哥他們 堅持一定要用有機的方式來摘種 收成率便少不說 採收也得要仰賴許多的人工 假日的體驗團 倒是幫了他們不少的忙 也讓更多人了解 有機棉花的摘種過程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摘種完 它長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現在做拖子 拖子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 對 這個這個 喔 這個很難耶 對 你說要用手去撥的話 一天撥不到幾個 它掰不太出來 而且它拖完也沒有辦法完全的脫掉 它就變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而已 就這樣 對 大概我們拖子的速度很快 喔 真的嗎 對 這個一台機器大概可以再用到一個村莊的棉花的速度 喔 真的喔 而且還好嘛 沒有到多大啦 我以為會 砰砰砰砰砰砰 對啊 你要讓它機器很順的時候 它可以開始拖 它的速度很快 種子從上面掉出來 然後現在就等它拖出去 等它那邊棉花出來了 它那邊棉花已經從那邊出來了 對 對 對 這個是種子 這個就是拖下來的種子耶 對 所以拖下來的種子 對 它拖下來的 然後就把它拖成這樣 對 很酷喔 你看它棉花拖完的時候 棉花就從那邊出來了 在這裡 對 這個 你看我怎麼聽你聽 這個好像 棉花 好像什麼 我們在那裡去綿羊毛 綿羊的那個 它好綿喔 好像什麼動物毛耶 但它卻是植物耶 好像什麼綿羊毛還什麼 但它卻是植物耶 哇 哇 那些習以為常的棉花很難想像 原來它天然就是那樣 有點像蠶絲 有點像羊毛 在拖子後 還得經過拉絲 才能做成各式各樣的棉花製品 而且不只這樣 棉花本身還有其他的功用喔 所以你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要把這個棉花根拔起來 同樣是剝粉 做出不一樣的發香的過程 也會決定不一樣的味道 其實就是在玩一個味道耶 對 但是這味道很不一樣的 有味道 那為什麼會有結晶 怎麼是美 台湾第一店 你為什麼他好好的 他怎麼了嗎 為什麼要把他叫 小燈不知道 這個棉花根它是中藥 棉花根 棉花根一般來講 大家都不知道 對 但是它每一樣都是有用的 對 特別是根 因為它一定要要求有機的 對 本草乾墓裡面洗得很清楚 可以保護肝 保護肝的喔 所以那你現在拔起來是要嗎 拔起來 就準備燉湯給我們吃 給我們吃 對 吃個棉花根 沒吃過棉花根 對 就這樣 就這樣子 燉雞肉 燉排骨 或者是泡茶 好啊 它的味道很好喝 有點像高飛檔 它能用的就是這一節 對 所以我拔一顆 我就浪費了一顆棉花 好啊 那我們把這個拿去弄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來吃一下棉花根 去去去去 走走走走 謝謝 辛苦辛苦辛苦 嘿大哥 這個是我們棉花根 這個就是棉花根啊 對 你看一下 棉花根燉排骨 哇塞 湯可以吃 不要去啃這個根 真的喔 硬喔 滿硬的 喝喝看 它棉花根什麼味道啊 很好 它有點像那個高飛檔 清淡... 不錯的 它有油脂耶 油脂 因為它很濃 好喝耶 它清爽的感覺 我以為就是說燉湯 永遠都是那種 很重口味的那種 但是它沒有耶 因為其實棉花在本身跟你有沒有直接的接觸 我覺得還好 但是你如果說棉花跟你的生活 有沒有息息相關 其實滿息息相關的 你衣服需要用到 你在醫療你也會需要用到 你的衛生你也會需要用到 都是跟棉花有關耶 對 好開心喔 今天又認識到了 棉花原來是這樣子 對 它不只是可以做衣服 連你用到的 那其實都在 有一種東西你也覺得 它一定是國外來的 一定是仰賴的進口 而且你一定吃過 但是你吃的是真的香草嗎 你吃的真的是香草做的布丁嗎 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 什麼是真的香草 什麼是真的香草做的香草布丁 好 這個就是看起來像東蟲夏草的香草 我印象中香草也是耶 它就這樣一個這樣 好香喔 果然是香草的味道耶 阿姨你好 老闆你好 你好 我等一下帶你看各國的香草 再看我們台灣的香草 各國的香草 這些都是各國的香草 對 各國的香草 那其實對我來講都長一樣耶 味道完全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品種有決定的味道 對 跟它的生長環境 也有決定它的味道 跟同樣是剝粉 做出不一樣的發香的過程 也會決定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它其實就是在玩一個味道耶 對 我們再從 如果說做得比較正確的話 那這個是我們的味道 對 它為什麼會有結晶 結晶的一絲一絲的 它是一種剝粉的發酵過程 做出來的香草全的元素 會富滿在整根頰的表面 然後產生結晶狀 所以它不是美 不是美 水果 焦糖 奶油 有 有 還有一個那個煙燻類 但是是香的 對 它是香的 因為這個香甜的味道 其實是甜點似乎 最想要的味道 好酷喔 那這個比較 這個表面的這個元素 那它就會用到那個香草的 甜點裡面去 讓那個甜點附屬 這整個的這種香氣這樣 所以 所以我如果說我拿了一根這個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相片 掛在身上 我身上也會有這個味道 有 對 它會開始布滿你身上的味道 對 因為這就是 古時候伊莉莎白寺 在做香水的時候 這就是它的主原料之類 好酷喔 那我們從各國的開始看喔 這個是印度的 它可能會比較偏的藥味 它可能那邊的環境 然後有比較強烈的土壤的風味 拿出來聞味道比較強烈 對耶 它有一種咳嗽糖漿的味道 這個如果拿來放到 做成甜點 它會出什麼味道 蜜餞會比較大 蜜餞 對 蜜餞 蜜餞 OK 酷 等一下來看墨西哥 墨西哥 這個其實是香草 最主要的來源果 真的喔 它其實國家就是在墨西哥 在墨西哥 它的味道一直在變耶 對 一直在變耶 有好多 其實香草它有前中後段回韻 所以它的風味會隨著你在 比較深層接觸的時候 它的風味會慢慢的帶出 它真正的香草的風味出來 它有發酵過的 蜜餞 胡椒肝 胡椒肝 堅果 堅果 花 對 真的 你好像甜點師傅耶 因為你的味覺很靈敏 真的嗎 對 因為其實甜點師傅 就是要這樣子的味覺 去形容我接下來要做的甜點 要出什麼味道 要出什麼樣的香草甲 接下來就是來看我們台灣的 這是自然發酵甲 我們俗稱宰章 宰章 它自然發酵之後的香味 會帶比較野的一個風味 而且其實帶一些花香 這台灣種的 對 甜點的 這個很香耶 很香 這個很香耶 好香喔 真的很難相信真正的香草 竟然有千變萬化的香味 魏大哥當然也是深藏不露 不但自己發香 自己做甜點 還花十幾年的時間 讓他在台灣生根發芽 你看香草可以完成這樣 對 好 我們來去你的田裡看一下 好 我們台灣自己種出來的香草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好不好 走 好 所以這個是 這是哪一個種 這個 這個就是墨西哥的波本種 墨西哥的波本種 墨西哥 香草本身 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香草甲 但是我沒有看過香草本身長什麼樣子 對 但它不是草 它是花 這裡面好香 謝謝 我好像到了一個香草冰淇淋的 冷凍櫃裡面 就是那種 全是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這個味道聞起來就是我們 平常會聞到的香草 對 沒錯 全世界有九成以上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品種 對 懂了 對 所以你說我們現在要來幫它授粉 沒錯 我們要來幫它授粉 但是 這上面 香草是很甜的是嗎 對 它其實糖度很高 可以注意到那個螞蟻正在吃 就是因為說旁邊的那個田 可比葡萄糖 真的假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這樣摘下來 這樣吸 不現在 因為它整根還是苦的 還是苦的 它只有這邊有分泌是特別的蜜露 所以那有螞蟻 螞蟻不會幫你授粉嗎 我也很想 因為真的很累 但是螞蟻沒辦法 真的喔 因為我們可以注意到 我們等一下授粉的地方 就只有在這個地方 對 在它的柱頭前端 對 但是螞蟻就只有在它的這個 分泌密度的地方 它的花粉 只在這裡 真的只在這裡 裡面是沒有的 不是 就在裡面 更裡面 是嗎 不是外面這個 沒有 這是它的花鱷 花鱷 這邊 我們來示範一下 壽粉你怎麼做 壽粉的話 我們要先把這花鱷弄下來 弄出來 弄出它的柱頭 然後現在注意到黃黃的這地方 就是花粉 這邊有一個薄膜 對 然後要把薄膜放進去之後 然後把花粉 快壓到下面的一個短 對 有注意到嗎 對 有看到了 然後把它這樣子輕捏三秒鐘 然後放開 這樣就授粉了 很特別 那如果一般來說的香草 在大自然界中 它是靠什麼授粉 其實有靠蜜蜂或者昆蟲 但是它的授粉機率不到1% 所以人工幫忙授粉還是最快的 其實這個屬於外來種 所以在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昆蟲跟 它需要什麼昆蟲 你說 比較特別像無則蜂 無則蜂 阿里山 哪裡啊 這個 對 這是蜂 對 它很像蒼蠅 又長得很像有翅膀的螞蟻 阿里山有 對 但是因為我們的香草是要在 比較低尾度 就像我們台灣大概是 600左右 400左右 因為這樣 那沒有 無則蜂大概 我們上次看到在1000多 1000多 1000多 所以因為它的環境 如果1000多的話 這整個香草它其實是比較嫩 然後會受到緊縮 然後不開花 不怎麼開花 像這樣子 要全開油量產算是很特別的 所以 我有一個問題 所以所有的香料 幾乎都需要溫度 就像印度 那個特別熱的國家 然後它長的香料都特別好 對 它都需要溫度 而且海拔都不高 對 然後但是 它們在那邊 它們怎麼授粉 不一樣 每個植物不一樣 香草的授粉是這樣 這是屬於一種蘭花的一種品種 蘭花 這樣我就懂 它長得其實也真的滿像的 對 它就是蘭花 所以你就是每天 要在這邊幫忙授粉 對 沒錯 這麼多 開花期 你不就每天在那邊 對 一直弄 我們 像我昨天就是 雙手在辦公室這樣授粉 然後六個多小時 魏大哥身為烘培師的日常 近視得要每天 穿多於香草原理 幫花朵一朵一朵授粉 就只為了培育出台灣的本土香草 六個多小時 兩個月的時間 難怪你的肩膀好像滿寬的 沒辦法 這樣你會五十肩吧 那個授粉真的會有五十肩的困擾 它現在是 授粉的季節是幾月到幾月 像我們台灣大概是三月到五月底左右 三月到五月底 所以現在是四月底的話 差不多也就是這個時間正在盛產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前面都已經開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中間這個地方 對 只差這個地方到五月底 就全開完了 這樣好可惜喔 螢火蟲是對香草沒興趣 要不然你這個季節 剛好是螢火蟲的季節 沒有 因為螢火蟲也太大隻了 鑽不進去 對 鑽不進去 而且要把那薄膜翻開 整整爬進去 有沾到那花粉 才算授粉成功 來 我們來看 怎麼幫你授粉好不好 好 那這一根要先來 我大概 我大概懂怎麼弄 好 那這裡 這裡有一組這個 這個可以翻開嗎 沒有 這個昨天弄過 這裡 眼力要很好 對 這樣壓一下 輕壓一下 這樣就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要雙手併用 好難喔 我覺得我這個 比你扛機器辛苦 真的 真的 因為你有肩膀可以撐對不對 平常我覺得你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累 天啊 這裡還住 對 對 這個 然後 要注意確實受粉的話 就是要把那薄膜先壓著 然後再用那個 左手的大拇指把它壓下來 好像把它整頭花摘下來 就是我們這一次比賽 打鬥杯的金牌 金牌 對 這是世界上最薄的 0.35 世界上最薄的 台灣第一點 還好 還好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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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把波斷 然後這樣壓著 壓一下 輕壓一下 蓋回去 對 然後它受粉成功之後 它會從它旁邊繼續長出其他株出來嗎 這個就是受粉成功的 對 那它留在這邊就乾掉之後 對 然後這個果夾就會開始長長長粗長胖 對耶 對 你現在注意到 對耶 它的花可能其實就是香草夾 它就是香草夾了 對 對 懂了 所以它什麼時候才會整根是甜的 嗯 要到明年1月 我的天啊 你幫它受完粉之後 你要到明年1月底 對 5 6 7 8 9 10 11 12 1 8個月的時間 對 8個月的承受時間 那你要再等它承受之後 對 掛果之後才能摘 掛果之後才能摘 對 摘下來以後才能用 才還要經過殺青發酵乾燥的半年的時間 它才有辦法支撐香草夾 我以前喔 就是 當我太太在做甜點的時候 我都覺得怎麼這一小包這麼貴 好貴喔 然後我現在這樣做我就知道 難怪它這麼貴 對 太難了 好 再來我看 它是哪裡 如果沒有體驗壽粉 可能還是很難理解 一根香草夾就要價百元的原因 而這只是入門階段 八個月後 從新鮮香草夾製成香草的過程 那才是真正的技術門檻 或許下一次 我們可以再來參與製成的階段 但這次我想先做香草布丁 因為這個聞起來跟我 就跟我吃到的布丁上面的味道不一樣 另外就是會加香草藍酒 但是這個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我把很多台灣的香草 香草都放在裡面 對 有一點Branded的味道 對 但是它又會甜到有一點像咳嗽糖漿 好 那我們下它帶到什麼 對 因為太多的話 就整個酒味就太強了 所以其實我發現香草真的是一個在 它只要丟到任何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會充滿了香草的味道 沒錯 所以它是香料黃厚 香料黃 香料黃 那香料黃 那個斑紅花 斑紅花 很香 香草藍酒牛奶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關鍵的香草 那剖開的時候 可以這樣聞看 這樣聞又不一樣了 對 不一樣 跟外面聞到的一個掉性又不一樣了 它這個就是香草的種子在裡面的這個樣子 對 哇 很有趣 密密麻麻的種子 對啊 來 然後接下來整個 把它刮下來 對 然後刮下去 好像那個魚子醬 好 那就是我們把它的種子 把它丟下去 丟下去 那這一根 需要多少 一根就夠了 一根就夠了 那這一根也進去 也進去一起 因為它要把它放入整個滷味 OK 就是讓它整個皮跟它的種子 整個風的風度進去 OK 這是加熱完的 然後這樣 因為把香草 香草夾過濾掉 對 過濾掉 很多香草 香草 其實香草要入味 就是因為整個風味 皮 在加熱的過程會整個萃取 好香喔 濃濃的香草味 香草布丁的做法 非常非常簡單 很簡單 魏大哥當初就是因為 愛吃香草布丁 而開始了栽種香草之路 雖然一開始失敗很多次 但也終於迎來苦盡甘來的滋味了 我沒有這樣吃過新鮮的香草 這可以吃的吧 可以啊 可以吃 本來就是加在甜點裡面可以吃的 它好像什麼 魚子醬或蝦軟 或者是什麼糕之類的 你有趣的 對不對 對 直接吃喔 好 像沙子 沒什麼味道耶 對 沒什麼味道 但是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前所未有的 咬的那個 沙沙的 而且它那個沙還不是 不是那種叫做 像沙子咬下去是硬的 它咬下去是 就破掉了那種感覺 對 就好像那種 那種 飛魚卵 有一點點 滿有趣的 香 好香喔 對 所以當一個人身上突然間出現 一點點黑黑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不用太介意 因為它有可能就是香草 它有可能就是香草的香醇 對 你不要覺得說它是身上髒髒的 那種 靠進來聞一下你就知道 很好 好 好 來吃一下布丁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布丁 這是蒸烤布丁 OK 試試看 原來香草布丁是這樣子的 對 你懂我意思了吧 原來香草布丁是這樣子的 清淺的一個香氣跟布丁感 而且它後面會有另外的味道 再回來 對 那個香氣會回韻 對 好好吃 好好吃 原來這個才是香草布丁 原來這個才是 你懂我意思嗎 OK 好吃 曾幾何時能夠嘗一口 真正的香草布丁 會是這麼滿足的感覺 那麼在埔里還有什麼 更令人讚嘆不已的東西呢 在台灣有很多東西 你可能覺得它是舶來品 進口貨 但是殊不知 其實在台灣它原本就有 而在埔里 有一樣東西 是世界上知名 我們引進回來台灣之後 我們還把它做成世界第一 是什麼呢 所以你想像中的巧克力工廠 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想像中的巧克力工廠 在我沒有認識這個朋友以前 我的巧克力工廠 還是靠想像 但認識他們以後 我們這次台灣第一等 就可以來帶你看看 台灣第一的巧克力工廠 當初我們做這個巧克力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做出 我們自己台灣人喜歡吃的口味 所以我們就自己動手下去學 我記得我印象中 我在小時候是甘馬店有沒有 純巧克力 有那種小顆的那種 那它也是真的 那它也是真的 也是那種巧克力嗎 就是有在講一個 所謂叫做 帶可可脂巧克力 對 那像高品質的巧克力呢 它裡面的成分呢 幾乎都是以可可脂為基底 所以呢 它必須透過溫度製作過程 調溫 對 所以它的價格比較高 在技術上比較難操作 帶可可脂巧克力呢 本身它添加植物油 那它取得的成本呢 都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是它的存放期比較長 沒想到光是可可 又有這麼多的學問在裡面 張總一開始經營民宿 因為女兒愛吃巧克力 就一頭栽進可可的世界裡 從門外漢從頭學 後來客人喜歡 就在埔里成立觀光工廠 讓他們知道 世界第一的巧克力 是怎麼製作的 來 這邊是我們的 有來自十個產區的 十個產區 可可 那它的可可樹都是單一品種 單一品種 單一品種 所以它吃起來味道 有這個國家獨特的風味 就是他們那裡種出來的可可 才會有的味道 對 那我們這邊呢 最受歡迎的是第一款的 百分之八十的烏甘達 其實它的味道非常的濃苦 我喜歡耶 苦苦的 帶一點點酸 接下來推薦呢 再吃一個也非常珍貴的 叫Polivia 全球只有百分之不到一產量的 原生種的可可 不到一 對 不夠 用敲的 用敲的 這是可可 台灣第一店 這個品種特別的焦貴 也沒有辦法靠農民就可以訓養 這我我也覺得問題喔 吃起來它的後運的時候 苦的成分比剛剛烏甘達多耶 因為它其實這一款 它可可的香氣滿重的 帶一點堅果味 對 所以可能在你味蕾當中 可能跟你 跟你的就是比較合適 這一款是台灣的 那現在台灣的可可的味道 其實非常層次分明 有天然的風土味 果酸味 品質是越來越好 它才65%耶 對 但是為什麼我吃到它的那個 巧克力的感覺 會比我剛剛吃八十幾%的 還有濃郁 我覺得是濃郁耶 其實它們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風味 最重要的技術是透過農民 在發酵的這個過程 OK 甚至其實現在的技術更厲害喔 如果我今天想要有百香果味 我可以做二次發酵 添加百香果進去 所以這個技術現在已經 真的是太厲害了 但是它還是天然的原料價格 天然的 所以這個就是可可果 對 這個可可果 在小的時候 你看一顆小小的辣椒這樣 然後它其實你看 它是長在樹幹上 它不是長在樹枝 所以它是不好受粉 密封 非常的困難 有一種叫萌 萌 萌 黑水萌 萌 有點類似那種我們的小黑 我們非常享之這樣 然後它會去幫我們 幫他們受粉 受粉 但現在我們台灣也有這樣在種嗎 有在種 有在種 但是速度呢 速量不夠 它的生長速度快嗎 其實好的果汁 大概五六年之後 才會慢慢的變好吃 五六年之後才會好吃 對 所以也就是說你必須先種下去 等它五六年 所以我們吃的巧克力 它的原料就是從這裡來的 然後一千顆裡面的這個果實 才有一公斤的巧克力 一千顆裡面的果實 對 等一下我們會去剖果 它裡面果實長怎麼樣 白白的 真的嗎 等一下我們去剖果 對 走 來去看看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種的果 對 這是台灣果 這是我們各種 台灣果 有種可可樹的 對 農多嗎 屏東是最多 再來就是南投 對 南投也有種 可是樹林大概三年到四年而已 還不夠 對 所以我們還要再等他們一下下 對 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對 所以現在我們的原料 也都是仰賴進口 是 對 好酷 這個怎麼 這等一下 我們用敲的 用敲的 放在中間大力敲下去 怎麼敲 這是可可 對 這是可可 裡面的紙是可可 我覺得就是 開玩笑嗎 我們平常吃的可可 就不是這個 它長得怎麼那麼像什麼 山竹什麼之類的 味道就像山竹喔 真的嗎 酸酸甜甜的 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直接吃 好 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還沒有不夠飽滿 那如果有些豆子 等一下 它吃起來有 有脂喔 味道啦 味道像 真的 真的 可以吃上去 芒果 很香 有點荔枝的味道 酸酸甜甜 看起來不舒服 我真的沒有蓋你 那它裡面的紙 是我們要做的 對 是山竹的 你有吃過可可嗎 對 你吃過 為什麼你會吃過 南美 意思就是你去過中南美 就對了 好 了不起 所以它這個 這個就是可可 對 我們做巧克力的原料 就是用這個東西 就是它 它怎麼做 這個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去把它 挖出來之後 我們會進去發酵 發酵大概五到七天之後 我會再去乾燥它 乾燥它之後 我夠了 我會再把它收起來 然後要使用的時候 我會去烘烤 烘烤去殼 碾碎之後 我才會去研磨成可可膏 我覺得很難想像一個水 它算水果吧 對 它算水果 一個水果可以變成 你現在吃到的巧克力 黑金巧克力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對 OK 那我們就是來去做水果 我們就來去做巧克力 做巧克力 做巧克力 GO 我們現在要來去看一下 這世界第一的巧克力 它的祕密在哪裡 好 我們先進入食物 走 這邊 你是兩個人嗎 對 這個是什麼 這款是我們的 薄片夾心巧克力 但它是用哪一種原料 你怎麼做 這一台的話 我們的內餡 是用我們一台自己的球模機 是我們這一次比賽 亞洲杯的金牌 金牌 對 所以它的評比取決於在什麼 我加了日月潭的 在地的紅玉茶 對 紅玉茶 對 然後外殼使用了 三支不同國家的巧克力 去搭配我們最塗車的味道 然後就得獎 對 所以我現在把它敲出來 對 你可以拿一個起來 然後試看看 它的厚薄度 它只有0.35公分 好酷 你用三個產區的巧克力 然後把它做成像這樣子 它這個薄度 你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這樣你看得到嗎 它這個薄 然後你說裡面內餡 裡面內餡 我是直接撥開來 直接撥開它會爆漿 爆漿 台灣第一店 真的耶 日月潭的紅茶 對 日月潭紅玉 所以其實巧克力的 它的苦甜 加上台灣的比如說茶 是 它的味覺上的變化 其實它是會再加分的 對 它會有成事版的 你看它會有一個茶香味 沒錯 這算是最薄的了嗎 還是有比更薄的 這是世界上最薄的 0.35 世界上最薄的 可是台灣我們的專利 太薄也不行 太厚也不行 太厚其實吃起來 就是跟別人沒有什麼區別 它太薄 它沒有辦法去包住它的內餡 對 像紙一樣會破掉 對 會破掉 然後會痛 或者是麵沒有辦法包 不好 那現在我要加的這個是什麼 你要加的這個是 完全裡面是液態的酒心 就是咬下去以後 裡面就是 就是酒 酒液 流出來 對 你要怎麼把它放進去 巧克力它是 對 對 它就像是一個球一樣 對 你就把水加進去就好啦 對 OK 那你說我們現在有哪一個可以先灌 我們先灌 我們的龍舌蘭 我們已經灌好了 對 直接可以拿灌我嘴巴就好了 其實 好 所以要把這個灌進去 對 好 我幫你灌 那我需要注意什麼 我們等一下填的話 要填到杯的杯圓就好了 你填一個我看看好了 好 教我一下 一般我們學這些東西要在哪裡學啊 巧克力其實沒有專門的朋友 嗯 就算你自己有興趣自己研究對不對 對 再一口就好 就這樣 對 它不好控制喔 來 來 天啊 因為很難度 它是液態的 有點難度喔 等一下 為什麼你倒這麼快 我倒這麼慢 要直一點 這樣 這樣 還沒 還沒到 我看到反光 是不是這樣 還沒 對 還沒 有滿滿的酒液 還沒 OK 我怎麼覺得我看不到啊 因為它是透明 有了 有了 差不多 這個要是眼睛焦距不好的 你根本對不到耶 對這個 媽呀 有夠難的 好 等一下我們要去封它的底蓋喔 手工巧克力難就難在 有很多流程沒有辦法用機器完成 真的只能一個一個慢慢做 因此也是 他們總是非常昂貴的原因了 完成最難的部分 總要吃吃看啊 因為我們剛剛在生產一天上 是不能吃東西的 對 所以這些是我們剛剛有做的 這個最飽的 對 紅玉仔辛苦 外面是七十八的巧克力 它的茶香是後面才來耶 對 你一開始吃到的時候 是巧克力的那個 那個七十八的苦 對 你咬到中間的時候 它紅玉融出來的時候 你會開始覺得 有點茶感 對 茶的香氣 茶的香氣 但是回頭 又只剩下留下巧克力耶 好酷喔 酒精也是用的 這是紅蛇蘭 這是櫻桃 對 然後這是萊姆酒 對 萊姆酒 我用萊姆酒 因為我知道你們這邊也有種甘蔗 萊姆酒就是 咬咬一半喔 因為液體會露出來 酒水 所以要一次一口 要一次 有嗎 好厲害 厲害 有一點放鬆感耶 就工作一整天 然後一杯一杯啤酒 這樣爆 鬆弛 很好吃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甜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OK 玉岳壇 玉岳壇的茶香 帶苦 但這個我覺得滿驚訝的 對 感謝... 謝謝 今天我們終於是能夠了解到 其實巧克力有很多的造型 你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但是你從來沒有想過 巧克力怎麼來 巧克力怎麼做成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台灣就有一群人 他們把巧克力做到 變成是世界的利益 所以參加比賽 然後也去把所有 覺得很好的巧克力粉 可可豆 可可脂 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以後 我們再做出好吃的效果 Night of ice We can go on Night of ice We can go on Night of ice